今天主要是針對那個 就是有個刮鬍中字串的那個範例有沒有 就是把那個A欄裡面刮鬍資料放在B欄 那其實同樣的這種工作需求蠻多的 就是我可能需要的資料是在這個儲存格裡面的部分資料 那可能有一個固定規則 也許是刮鬍 那也許是其他的字也有可能 那反正你把那個規則找出來之後 你就不用土法煉鋼 那以前你可能要自己點兩下選 選完之後複製貼過去 那當然其實滿浪費值 尤其資料龐大的狀況下 那絕對不可能這樣做 所以我們用了幾個方法 包含就是Find函數 包含什麼呢 包含那個 還有那個ifl的函數 然後再用me的函數 有沒有 大概這三個函數把它串在一起 得到一個公式 那這件事情很快就解決了 那其實工作裡面滿多都是有類似的狀況 你要能夠看到你的需求 可以馬上把它轉換成那個需要的函數 變成一個公式 那你這件事情就解決了 但是如果未來假設你希望能夠 再更加快速度的話 那還是需要做比如說寫VBA吧 如果你不會寫VBA你用錄的吧 錄的其實是個過渡啦 未來大部分狀況其實還是自己寫的居多 那如果不會沒關係你先錄製 把你會的先錄下來 再修改成你要的那個樣子 很多時候都會是用這樣的方式 在產生你要的 那這個部分是在Excel裡面 因為Excel有一個滿好的 這個應該算是一個輔助 你不會寫程式沒關係 它會幫你錄製 錄下來其實就是幫你寫出你要的程式 那幫你寫的那個程式 其實就記錄你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然後告訴你說用哪一些程式裡面的 哪一些物件可以解決你的問題 所以這個當然你可能慢慢熟悉之後 以後可以再融會貫通 那當然相對你的執行效率也會比較大 可以比較快 所以這個上個禮拜講到 那今天的話也許我們再來看一個另外的題目 也是文字與資料函數這個單元 那我們舉另外一道 其實滿類似但資料量變龐大了 那這個跟我們平常的生活比較有關係 在雲端上有一個叫台北四柱 來竊到點位資訊的一個 等於是雲端的白板 那這個其實就是雲端講義 那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想要知道一件事情 到底台北的治安好不好 台北治安好不好 這個還滿抽象的 那你說好像很好 因為我沒什麼發生過什麼樣的 也沒有車子 有沒有被車子被偷 還是住哪裡 招小偷 還是說你騎腳踏車 哪有同意騎腳踏車被偷 騎車被偷 那你怎麼知道說到底這個治安情況是如何 那當然 因為政府現在慢慢 越來越開放 所以他有些資料 如果沒有涉及到隱私問 他會把它開放出來 那這個開放資料 我上禮拜講過 你可以搜尋一下 比如說關鍵字的話 也許你可以打一個叫開放資料 有沒有 那他就會找到有一個 其實我在這邊其實有一個連結 你打開放資料裡面 就這個打開放資料 那開放資料裡面的話 就可以找到 這個我們要的 比如說 那你可以 那你們其中報告的部分 其實都可以從這裡面去找找看 開放資料 這個其實還滿好找的 那開放資料裡面的話 第一個就開放平台 然後網址滿好記的 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那個data.gov.tw ok gov.tw是政府 政府前面就data 那有跟data方面的這個訊息 都會公開在這邊 那當然裡面的話 如果我想要針對治安去找的話 你可以下一個關鍵字 比如說我找竊道好了 竊道裡面 但如果我想要知道一個 比如說到底住的話 在台北哪個區域是最不安全 最容易招小偷的 有沒有 然後 或者是哪一條路 是前面和平東路 有沒有 然後羅斯福路 會不會比較容易招小偷 那到底住哪裡 那相反的 你避開雷區的話 那個叫雷區嘛 你不要踩雷 現在滿流行 不要踩雷 那自然你就可以 比較可以避免掉一些 不好的事情發生 那一樣啦 你的車子停哪裡 比較容易被偷 那相反的 你不要停那邊就好了 OK 所以 諸如此類的 那當然呢 政府有開放哪些資料 包含就是 生育保健 然後 比如你對於那個 相關健保 應該健保資訊 在這邊也有啦 還有像 出生 比如說台灣的出生率 全世界最低 到底有多低 其實政府也有公布啦 還有像是求學 兵役 兵役現在好像改變了 本來只要四個月 男生都要當兵 二十歲就要當兵 要當四個月 現在好像要改 改成一年了 OK 那當然這個改變 比如說人數等等的 如果國防部他公布也會公布到這裡 那有關那個什麼呢 治安部份應該是在這裡 生活安全及品質 應該是這個地方吧 或者你可以搜尋一下 這邊就是有關那個 安全方面的 應該跟治安 我想放在這裡 你當然可以找一下 我的習慣是 排序的部分 會找那個 哪些是大家最關心的 因為其實如果 看得越多 表示那個資料 大家是 那個議題 應該是大家最關心的 所以以後 如果假設你不是要找 你可以先找你比較有興趣的 然後按照那個瀏覽次數 或者甚至是下載次數 有沒有 那下載越多 表示大家 需要這個資料 的這個需求越大 表示這個應該相對 相對 比較重要 所以你其中 包括可以再 尋這個方向去思考 我看一下 瀏覽次數 如果是安全治安 到底哪一個 最 大家最關心 那個台南市政府的 OK 還有什麼 台南 為什麼說台南 前三名都台南 道路交通音量 測試不合格 所以你有在抓 因為很多摩托車有改裝 有沒有 哇很吵 真的是太吵了 OK 那其他相關的 那如果說你今天想要找 那個什麼 其他的資料 你可以搜尋 比如說我們今天練習的 就是你在這邊打個竊道 也許你到外面這個 直接直接這邊我看 直接打個竊道 或者叫住宅竊道 OK 那比如說我想要找竊道相關的 那你會發現 第一名好像是什麼 這個是這八什麼東西 這應該跟車輛有關係的 然後這個是機車有關的 那其中的話你可以發現 排名在前面的 OK 我從這邊找了 我不要進到裡面 因為進到裡面 我印象中 如果我從外面這邊直接找 找到的話 應該在這一頁的最下面這邊 就有一個叫 台北市的住宅竊道點位資訊 那今天我們要練習的資料 就在這裡 假如啦 我想要知道一個問題的答案 第一個 到底台北市的那個治安哪邊最差 那當然你除了可以縮小範圍嘛 台北市再下來就區嘛 哪一區治安最差 那哪一區治安最好 有沒有 各位應該知道哪一區吧 比如我們現在在大安區嘛 在過去可能叫中正區嘛 對不對 然後中正區過去的話 可能就是中山區 然後過去就是大同區嘛 然後再往那個 龍山寺那邊就是萬華區嘛 OK 所以常常問說 資安哪裡最差 大家直覺就覺得萬華區 OK 好像有 但其實是不是萬華區 不知道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其實這裡面都有答案 OK 而且這個答案是絕對客觀的 為什麼 因為這是政府機關提供的 如果它登載不實會有犯法 這個形式好像有一條是 什麼登載不實罪耶 有沒有 會被起訴的 OK 所以理論上啦 這個應該是滿可以相信的 所以我如果想知道幾件事 第一個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三個問題答案 請各位先告訴我一下 第一個答案是說 到底歷年來的 切到案件是 越來越好還是越差 當然台灣這邊是用民國年 所以民國104年到111年好了 比如說這8年之間上面都有資料 那我想知道一個答案 到底是越來越好還是越不好 因為這個其實是象徵 剛好有一任市長卸任 OK 那前一任市長 有沒有科P他 八年來的治安的表現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其實這邊是可以拿來 當成是檢視的一個依據 第一個 第二個呢 到底哪一區的治安 最 哪一個 哪一個治安是最好的 哪一個治安最差 所以我們需要得到一個比例圖 然後把比例算出來 其實這邊有答案 你們先不要看好了 不一定是這個 OK 然後呢 另外的話哪一條路 除了說呢 哪一區之外 哪一條路的切到案件最多 那因為路大概有幾百條 你就列出前十條就好了 OK 那你就知道說哪一條路上 而且那條路好像那個治安真的蠻差的 因為他幾乎快 跟別人快的是人家兩三倍 OK 所以 假如我想要知道這三個問題的答案的話 那怎麼做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先找到台北 所以你們待會兒 先用那個搜尋的方式 找到那個什麼 找到那個 有沒有 這邊打竊道嘛 然後找一下 應該是最下面這一個 第一個配局的最下面這一個 然後找到之後的話呢 另外有幾件事情要知道 就是說呢 你要下載的話 這邊有個箭頭 CSV 這可以下載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未來你們假設找資料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你們在下載資料的時候 切記錄的編碼方式呢 是BIG5的話 那 Excel直接打開是不會有亂碼問題 以這個來看的話 當你下載 可以從這邊直接點它 或者是點開來這邊也可以點 兩個地方都可以點 可是我示範給各位看 點下去 它會下載嘛 這邊就有一個下載 你可以把它打開來 打開在這裡啦 OK 那因為呢 它這邊跟我們講 它是BIG5 所以打開來的話 Excel直接開 應該不會是亂碼 OK 那不是亂碼 可是喔 如果未來 假如你在找別的資料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另外一種情況 就是呢 它的資料 檢視裡面 這個地方編碼方式 它不是BIG5 也就是說 另外一個 比較常見的是UTF8 如果你是UTF8 打開應該是RUM 所以你如果用RUM 的話 你可能要用別的方法 我取個例子 比如說 我們跳出來好了 比如說我瀏覽資料 假如說我從這邊 全部資料瀏覽好了 資料這邊 你如果不用類別 你可以全部資料 那你可以看左邊這邊 有中央機關 有地方機關 有沒有 然後還有分類嘛 主題 分類 最後一個是檔案格式 有沒有 那主要呢 如果你要練習 我是建議你可以 也可以從這邊去找 因為呢 如果是CSV的話 基本上用椅子有開是 絕對沒問題 因為直接開 就OK 但是喔 這裡面的這個CSV 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假如你的這個格式 是UTF8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們一樣喔 按照那個瀏覽次數 多到少 就是比較熱門的 那裡面的話 我印象中 好像有一個 隨便找一個 好像這個好了 盤後這個 盤後資訊這個 就台股啦 台灣的股市 平均收盤跟月平均價 點開來之後的話 這邊CSV 你檢視資料 它會出現它的編碼方式 是UTF8 欸 如果你假設看到 這個是UTF8的話 你可能要特別小心喔 你打開會是亂碼喔 我看一下 理論上 以前的經驗喔 比如說這個把它下載 然後你就再把它打開來 你會發現呢 它會出現這種狀態 欸有沒有 如果你看到這個亂碼 那怎麼解決 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假設看到UTF8 你要下載的話 你就不要直接打開 因為我們剛剛是下載完之後 打開對不對 那你換個方法 你可以先開Excel 比如說開Excel的空白文 然後呢 再從資料裡面喔 你就不要直接開喔 裡面有一個叫 從文字斜線CSV 因為剛好這邊有個斜線 其實CSV也是文字檔 OK 點開來 資料裡面從文字CSV 再去找到下載的這個檔 剛剛這個打開是亂碼 那如果你假設用這個方法喔 它其實跟剛剛直接開的最大差別喔 就是說呢 它多了一個幫你判斷編碼方式 而已啦 OK 其他都一樣 所以喔 你會發現喔 把它匯入有沒有 它會多個動作 它會去Check一下 欸 你這個檔案的編碼方式是Big5嗎 有沒有預設Big5 欸不是喔 所以你可以多一個動作 就是可以把它改成UTFR 那UTFR大概在捲軸的中間 所以你把它從頭上 從上到下 已經不好找 它的位置喔 會是在 大概你們可以捲軸的 大概中間位置 因為我剛開始也是找半天 後來發現喔 原來在中間往下找 往上找啊 找蠻久的 那你會發現 如果它編碼方式這邊有顯示器 那你就選這個就按匯入 它就不會是亂碼了 OK 我試一次給我看喔 有沒有點這邊 然後移到大概中間偏上一點點 會看到UT8 點它一下 欸 你會發現資料OK了 再賄賂 這樣的話呢 它就不會是亂碼狀態 只是說呢 它旁邊會多一個這個 這個叫 就Power Query的東西 如果不理它把它關掉 那上面這邊有一個下拉清單 如果不要出現的話 你可以資料這邊有個篩選 它其實就多這個篩選 也可以把資料放到你的Excel裡面 可能第一件事情 請各位先熟悉一下 這個開放資料 那在上面找找看 主要是CSV的 如果你假設不是CSV 可能練習的話會問題比較多 你說老師那如果是像其他的類型的資料 有沒有辦法練習 其實它也可以 只是說呢 你可能要有沒有 其次應該是CSV 再其次是CSV 這個是檔案格式 你說老師那如果這兩個怎麼辦 你可以看到喔 其實在Excel也有解啦 有沒有這邊也有 從CSV 從CSV 有沒有 只是說啦 複雜度就更高了 所以目前的話呢 有關那個 這個大數據喔 檔案格式部分 其實呢 最多的應該是這個 CSV 其次應該是Json 再其次是XML 不過未來會不會改變 也不知道啦 我發現後期之秀 這個Json越來越多 因為它其實可以跟手機APP 或者是一些網站做資料交換的話 Json還滿好用的 OK 所以請各位喔 先試試看喔 然後這個 OK之後的話 並且打開這個 就是先去下載這個 台北市住宅竊照點位資訊 那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你們看一下 它其實總共有五個欄位 有沒有 編號一直到發生地點 那如果我希望知道三個問題的答案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歷年 從104年到111年的治安 到底越來越好 還是越來越不好 欸 當然如果你說 老師那我問一下ChalkGPT喔 ChalkGPT不知道有沒有辦法答出來 OK 我想應該 除非它要去找開放資料 不然它也不知道答案喔 第二個問題是哪一區 哪一區 在治安最差 哪一區治安最好 那佔比哥是多 比例喔 我想知道比例哥是多少 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哪一條路治安最差 請幫我列出最差那十條路 台北市的路這麼多條 哪十條路的失竊率最多 數量喔 OK 所以三個問題 那當然呢 三個問題怎麼做 第一個 不過最好是幫我畫出圖啦 因為畫圖就一目了然 所以目標應該各位剛剛有看到啦 我們在雲端白板上面 是希望各位畫出什麼 欸 像這邊的那個圖喔 第一個就是這樣 這個的摺線 你看一看就一目了然嘛 有沒有 而且數量多少馬上就很清楚 那怎麼樣把這個表先做出來 再做這個圖 第一個喔 step1 step2的話呢 就是比例的部分 step3的話呢 就是數量部分 數量的話哪幾條路 那我列前十條就好了 不用那麼多 好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不好 待會我們再逐一的完成這一道題 那其中報告的話 我是希望你們不要用這一題 你用別題都沒關係 去找你有興趣的 不一定是治安啦 你可能比如說你對兵役有興趣 你可以 那同學好像對什麼 對物價好像最近物價很高 那其實主技處也有公佈很多那個CPI的相關的資料 那你也想說 欸 你要想要知道最近物價是不是漲多少 你如果想 像之前的同學有做啦 然後另外還有什麼 交通好了 最近交通實在是很多 發生很多問題嘛 我們 欸 上了國際媒體嘛 所以如果想知道到底 台灣的交通有多麼 多麼糟糕的話 欸 也不妨上面 交通部應該也給一些 給一些這個資料 你也可以把它統計一下 那要怎麼更好 也許你可以 所以我是希望第一個 你運用Excel去處理這個開放資料 找一個有自有興趣的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你最後再把這個結果 繪製成圖表 有圖很清楚 馬上可以知道 那第三個 你可以針對這個圖表裡面所顯示的結果 做一個文字敘述 這個文字敘述就是你的其中報告的心得 那這個心得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寫一些你的 第一個 你的心路歷程 比如說你甚至遇到問題 解決不出來沒關係 甚至你遇到問題 無法解決 也可以設個目標 目前沒辦法解決 我未來可能可以解決 也許你可以把這個 學習的過程 心得也寫一下 那最後從這個數據裡面 看到什麼樣的結果 OK 類似像這樣 當然這個 每個人的 興趣不一樣 你可以自己找一個 有興趣的部分 再去試做看看吧 OK 好 先試一下 那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所以今天的那個目標 基本上就是